这个是19世纪美国的一位画家 叫做约翰·法拉基 他画的一幅画 他这个本身是蛮厉害的 除了画家以外 他也是作家 也是彩绘玻璃的 那样的一个制作的 那样的一个专家 画这幅画 很单纯的一幅画 看起来就是花而已 可是你光看这个花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精彩对比 有大的 有小的 有红的 有白的 有绿叶 有红花 再有一个深色的盆子 把它汇聚在一起 整个的一个感觉非常和谐 但是又不会很枯燥 又不会很单调的 那样的一个感觉 丰富中显得出那一份的一个单纯 然后光它的红色 你可以看得到 那个红也 粉红也好 燕红也好 还有那种淡淡的红也好 那个红的让你 心花怒放的红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然后你红之间对比 你还有绿色 有白色 来做一个呼应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更加的一个生动 实在是了不起的 那样的一个颜色 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从颜色的感受中 影响到我们心灵的 那一份的一个安定 这幅画大家看到的 肯定也不只是这盆花而已 似乎有点微风这样吹过来 然后这个窗帘 桌布 或者是窗帘变成桌布 有这样一气呵成的一个效果 背景跟这个主体之间的一个呼应 动静之间鲜艳与单纯之间的呼应 感动得让人家非常深刻 然后我们再看到它这个窗帘 往下垂变成桌布的部分 你看到这种白 有不同的白 刚刚上面窗帘的白 跟这个底下 类似像窗帘变桌布的一个白 又是不一样 有点阴影以外 其实也有点色彩的 它用色的不太相同 象牙白跟那种比较有点灰白 拉出那个城市感出来 而这个城市也不只是前面 竹井的这个城市 背后这个也更 称托出那个城市出来 这个是窗帘 这个背后画的 就是你看看在这里 也有一个也有点白色 象牙白的一个房屋在这个地方 那蜿蜒的一个大地 在后面告诉我们这个世间 外界还是有很多模糊 需要我们去探索的空间 刚刚讲过 它也是彩绘玻璃的 这个厉害的 非常制作的 非常精细 这个孔雀 还有那样的一个围风 鸟 在这样的一个彩绘玻璃里面 可以看得到更加深刻 花朵 在那样的一个围风中 飘逸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艺术家 让人家真的感受得到 大自然我们怎么让它 跟我们更接近 谢谢大家 记得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